這是九龍最先發展的地區 原來它早期不少街道的名稱 跟中環的一些街道名是一樣的 例如廣東道, 最先叫麥當勞道 彌敦道叫羅便神道 北京道叫遮打道 後來因為避免重複才改名 除了街道名不同了 街上的店舖和經濟活動都隨之發展 經歷翻千幅地的改變 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海防道 這裡又是哪裡? 這裡就是北京道 陳鴻是相機公司老闆 由1960年代開始 向尖沙咀的相機店打工 到70年代成為老闆 直到今天都沒離開過相機和尖沙咀 可以說是這一區的活字典 你看看這裡又是哪裡? 開箱 這裡就是北京道 北京道? 對, 我以前在這裡做賣貨 做賣貨的, 賣相機 你以前在這裡做的? 對… 這裡有很多舊式的店舖 有什麼? 又有打金的, 又有非法的, 又有裝修的 這間是九龍仙館 又是現在的茶餐廳的秘組 就是原先的仙館, 接著是冰室 然後是茶餐廳 對… 這是多少年前? 五、六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 對不起, 在哪裡? 這裡又是北京道 這裡是以前的油局 前面是街市, 在這邊是街市 你看看這裡又是哪裡? 我給你提示了 好的 現在很多名店集中的地方 是廣東道, 我知道了, 這是廣東道 這裡也是, 那裡也是 整條街都是專門來買遊客 當然, 這裡有很多名店 旁邊還有一個大型的超級商場 日遊王, 夜遊王, 根本什麼時候都那麼旺 你說尖沙咀最旺的地方 都一定沒有人反對 你們倆有所不知 我知道了, 原來這裡以前是陰地 師傅, 以前這裡適合做什麼生意? 以前這邊街 全部Disco和酒吧 我都來過很多次了 對面賣紅木架子 我又光顧過幾百元一套 你說值多少錢? 以前一個貨幣只有二十萬 賣二十萬? 對, 你知道現在租給人 一個月是多少錢? 多少錢? 一百百十萬 一個月是一百百十萬 因為2004之後 地運從尖東變離尖西 2004到現在, 八年、九年 升了幾百倍, 厲害了… 難怪這裡有這麼多名店 對, 還要旺到2024 現在想買一個舖子 一尺也買不起 租了…租都租不起 租什麼租得起? 有一個舖子千多萬一個月租 我聽到嚇死了 轉個彎, 我們來到北京 師傅, 你說地運來到尖沙座的西面 我想知道 跟廣東道交界的這條北京道 為什麼相對地又沒有那麼旺? 你有所不知 以前這條旺道很厲害, 居水馬龍 因為以前地鐵一出 經過這條路就隔對面一堆商場 所以很旺 不過自從建了馬路 剪短龍脈之後 這裡由洋地變成陰地 就越來越少人了 難怪知道了 原來街道的改變 對風水有這麼大的影響 是, 不過這裡的塞 就造就了另一個德 這裡由洋地變成陰地 另一條街由陰地變成洋地 折折行山這條街, 也有很多人 沒錯, 這裡海防道跟北京道是平衡的 不過現在旺了很多 對, 但以前這裡只是賣套力 沒什麼人走 這條路一面對著公園 但是有個天橋押著 陰陰陰陰陰, 似乎不多好 為什麼現在這麼旺? 這條路原來叫陰地 凡是一邊對著公園沒有鋪 不是鋪對鋪, 孤陰不深 本來沒什麼人走 這條路也是, 對著九龍公園 本來一邊單邊鋪 我們來的時候 以前全部黑漆漆都不太敢走 尤其是晚上, 以前是什麼鋪圖? 全部都是酒吧靜靜雞 尤其是亞舌尼島, 挖頭落落 這裡都是酒吧 為什麼現在這麼旺呢? 自從北京道的農脈切斷了之後 那裡不能穿過去 人們不喜歡走地 全部人移來這裡 由這個地鐵口一直直撥 這堆商場 整條農脈貫通了 說人們多到時情走出馬路 逼得不能走 這就是由陰地變成洋地的效應 厲害了 這間福德古廟 原本是十九世紀尖沙咀一條香村 尖沙咀村的古廟 1860年的尖沙咀 雖然已經發展成洋人集中地 但居民依然順奉古廟所供奉的福德宮 所以在光碎年間重修過一次 直至1978年 當時的市政局 將北京道尖沙咀舊街市 連同古廟都一起搬到 現在這個臨時街市旁邊 師傅, 有一間廟, 讓我進去祈福 不用急得那麼緊 你知道別人供奉什麼嗎? 不知道 我告訴你, 福德宮其實是土地宮 這間廟就是供奉土地宮的地方 真奇怪, 不過縮在街角 我經常逛來, 十次到九次都不在意 師傅, 為什麼要站在這個位置? 你有所不知 原來中國寺廟分兩大類 一種是在明山大村, 例如少林寺 黃大仙或智廉靜院 坐在龍脈裡面, 歷幾千年而不須 另一種是在街頭巷尾, 叫福德宮 因為中國人經常怕黑 街頭巷尾是不是黑? 黑叫陰地, 人們怕又怕, 又撞鬼 如果興建了福德, 一來多人供奉 就大旺了 二來有福德照著人是否安樂一點 膽也壯一點 所以街頭巷尾這麼多福德廟就是這樣 不如進去也拜一拜吧 好 我還知道這間廟對正九龍公園的自修室 大考的時候有很多學生來這裡 溫習和祈福 秋秋不時還會有很多壽星公 壽星婆來這裡上香 如果未有生日, 除了祈福之外 我還有一個地方想去 還有什麼地方想去? 當然要去大酒店, 拆拆勁了 你也挺大的想頭 你上去吧 1926年落成的半島酒店 當時是九龍最高的建築物 最先他是作為一座臨時軍營 是接待駐港的英軍 直到1928年才正式開幕接待遊客 1941年12月 曾經被日軍用作一個軍事指揮部 和平之後才恢復為酒店的用途 在五十年代, 地下的餐廳 是一個很高級的飲食場所 也是一個很高級的影韌茶座 在那裡不時看到很多大明星 甚至是大老官和演員之類 師傅 是 一場來到, 為何不帶我們進去吃好東西 因為這裡有東西看 我經常只顧著吃東西才能吃 就跟平時一樣, 有什麼好看? 這裡好看, 以前尖沙咀火車站在這裡 居水馬龍旺到不得了 自從搬到紅磡之後 這裡建了一個太空館和文化中心 這個太空館的樣子像什麼? 很多人說它像菠蘿包 不過你問, 一定沒那麼簡單 我有點覺得它是墳墓 這也對, 她懷疑是墳墓, 又不奇怪 因為在凍土的過程中 對面的人容易出現什麼問題? 凍土的意思就是病 對, 因為凍土經常病 就懷疑風水不好 再加上蓋好就像菠蘿包, 像墳墓 那就害怕了, 對面對著門神 其實原來菠蘿包蓋好之後 不僅沒有壞, 還有好處 因為肥的叫大瘡, 長的、闊的叫大褲 原來風水大瘡大褲是一流的風水 發財不風水 不僅沒有壞處, 還有好處 那是不是應該拆了門神? 那也不用, 中國人很多門口 都是貼門神的 記住, 貼門神千萬不要對著 別人家的門口叫損人利己 門神也有利器 師傅, 我還發現這間酒店的外形 好像粒字形一樣 其實跟風水有關係嗎? 這個厲害了 這個水池我小時候幾歲就來看 以前不懂風水 現在我懂風水之後就知道很厲害 原來左手, 右手自己坐在這裡 抱著水, 叫山環水泡 水聚天心, 水聚財聚 以後記得建一間屋 都要這樣建, 你才發財 車進去酒店的路是很特別的 對, 它不是順著路走的 是靈靈的, 繞去前面的路 反向轉頭, 有沒有關係? 有原因的 因為以前這條路 都是順著由左到右出的 不知道若干年後 是否經過高人指點 它就這樣繞一個圈子 繞一轉頭 是的 是對的, 因為如果是由左進入右出 那就帶走那些錢 但是如果你繞回鑽頭出 豁如輪轉, 又出又入 做生意當然是有出又入 好過一路陋材 當然 西方的建築物都有這麼多風水元素 不是, 說了這麼多 是時候請我去喝茶了 師父, 你不是說請我們嗎? 我帶了這麼多東西 放你們的袋子, 當然是你們付錢 Jennifer, 我知道那邊 茶餐廳很美味, 我們來嘗嘗 好… 再見… 師父 老人家心裡少, 不能嚇到的 對不起, 但你老人家喝得很忙 難道你和諸葛梁夜觀天爭? 天都未黑? 羅菲師傅, 你是望天打吧? 我打你的頭就真 我看球 哪裡有球看? 水晶總部原底是一艘木船 1881年搬到小山江上面的小屋子 到1884年, 一座新水晶總部落成了 而在水晶總部落成後的1885年 就是一座時球台, 在它旁邊落成 所謂時球台, 就是上面有個時球 每天12時踏10時升上一枝乾的乾頂 一點鐘就隨隨降下 就方便泊在維港的船隻用來對時 知道那時就是一點鐘了 由於尖沙咀鐘樓落成 這種攤坡的布時 在1935年6月30日之後就停止了 所以這個攤坡就不會再用了 你會做一貫, 由尖沙咀 這個攤坡就能做 用來做一貫